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赛博产能度颇高 官方就像约好了一样出货 要问哪个才是真正的重量级呢 如果说在此之前呢 还会选雕箱之类的嘛 但是在这个成品可动里面 游乐炮的这款外传青年珠 绝对算得上是天花吧 要说对标雕像也是完全不虚的 那在此之前我们不是分享过这个工程原型吗 但是那个就没太好意思放开玩 别说原型件了就算出大货了 我也不太敢让你玩 那么今天不单是大货开箱 连同赛星版地球版 还有这个透明外甲三套造型的 一次性全部到位 还有今年Yulu Park直接把赛博产型 它的版权拿到手了 之前的约结不好入手 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这次的包装对于跟可动人来说 是不是有点超纲啊 真的没想到啊 这里面这个高密度泡沫箱 而且我发现边上有这种锁扣一样的设计 夥拍logo还是非常有质感的 小心 好沉的这 这个呢就是跟秦天柱配套的这个赛博坛底座了 就可以玩一点的那种 那我这边呢就是秦天柱地球形态的替换外甲 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大货的透明外甲了 一会给大家装上看看是什么效果也很兴奋 高涨什么样的 一个是主体还有就是它的替换外甲 另外就是这个单独的底座 拿出来也不需要组装 真心是方便不少 而且作为可动模型来说 还有一个雕像模式 一步到位呢就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了 秦天柱这个名字代表了我们这代人的童年 无论是Optimus Prime还是无敌铁牛 不同的只是称呼 而不变的是从G1到现在 一句大哥诠释了玩家对它的所有评价 毕竟是横跨了几十年的IP 几代人的审美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麦克贝的真人系TF电影 重新将这个IP搬上了大荧幕 更为因和主流审美的机械美学 成为了不少人对于变性金刚的出印象 代表着三个阶段的柱子哥 哪一款才是你的最爱呢 到了大黄蜂独立电影 将新时代的TF融合老G1 想必也是日后真人电影主打的设计 次时代的体魄承载的是最原始的活动 而连接两个时代的 正是彼得库伦老爷子的声音 那是只需要一句 汽车人出击 便能带动所有人情绪的灵修魅力 电影上映已经过去四年 各式各样的玩具类型已经出的差不多了 而Yulu Park的这款外专注 最多的细节 最还原的形体 最大的比例 最贵的售价 让他们现在第一款产品出到几巅峰 可能说它是玩具就有点儿戏了 过于密集的细节 被放大到这个尺寸之后 才能好好地体会它身上每一处结构 胸口堆叠的装甲 腹部轴承 潜出两排肋骨一般的管道 伴随着手指弯曲 而一同旋转的齿轮 它们互相作用 展现力量与坚固并存的精密效果 最后好像固定在钢铁混泥土里的心脏 每个零件都各似其职 构筑出了次时代的既外美学 总体的做旧涂装面积不大 但不大不代表不多 旗面刮蹭和金属袖子BB揭示 顺带一提 脑袋我最喜欢的就是眼睛里面的类构 尤其是点亮之后 层层包裹能量圆弧之一处 适合配个方的近看 因为之前已经详细介绍过地球形态 今儿个咱们就先来看看赛星造型 和地球形态相比 区别其实不大 首先没有了雨刮器 肩甲正面的纹路从圆形改成了斜线 眼中弯管变成了直管 手臂多了一层蓝色外夹 可惜电影中没有更多表现出武器装备 这个外夹大感觉是经常装备的弹出口 其次就是轮毂改为带保护壳的造型 终于的科技感会更强一些 毕竟成天打仗 这个形态下的秦天柱包裹性更强 不过相比电影中的大黄蜂有三套造型 大哥这个改模待遇确实有点寒酸 为了增加外夹和内部的表现力 游乐park推出了一套它的透明外夹 拆开对等零件直接替换 可以看到更多柱子跟内部骨架 在安装完成后 还能像踩的黑装高达一样 直接看到内部细节 透明外夹整体分布面积不算少 并且没有一股脑的从头到脚全部透明化 选择性的把几个主要位置做了替换 十色外夹与透明外夹的组合 在原本大面积机械构造的表现上 进一步加深了细节的纵深感 所有透明外夹表面都刷了一层光油 本身的透光性在配合内构的内外层次 展示效果还是十分过瘾的 虽然在电影里没有出现这个造型 不过设计团队花了这么大精力 去设计了一个骨架并持着我全都要的定义 这一套透明外夹还是很香的 可以选择一半一半 又或者是全部组装 看你的喜好了 不过个人觉得会更像全系统影扫描的感觉 通过定外外夹实现三种造型 可以看出厂商就是冲着极致收藏来的 当然光好看的远远不够 真正能打的还是它的联动机构 先来个抬头牵引脖子零件展开 当个开胃菜 大货的混沌关节调适的比较跟手 尤其是齿龙关节的卡卡肾 相当的解压 在手里露出部分伴随着每一次驱肘 表面螺栓传动链条的结构 也会跟着一起转动 仿佛真的需要依靠这些才能顺利运作 同样的设计 在腿上也可以看到 大腿的外向连动进一步强化了演出效果 尤其是小腿前面的排气口 从旋钮的转动到大腿的层叠 再到排气口的牵引闭合 四肢的关节连动设计都有坚固 如果觉得还不够过瘾 那胸口的部分就是正菜了 背后的脊椎关节有一段能向外拉伸 可以触发胸口车窗展开 在旋转一圈重新推进去之后 会进一步触发领导模块弹触 当时就被这里给惊艳到了 可以说对于擎天柱最核心的位置 产品为此做出了最细致的严重效果 无人可以匹敌 拳可动手 拿伸关节 又或者是弹簧压感复位这些 可以拿去给其他产品当做亮点的设计 在这一款弯触柱身上 基本成了配菜 大哥的配枪在推动这里之后 可以完全展开 同时触发红外线 可以说把年动延续到了配件上来 虽然电影中没有什么装备 不过全息投影地球仪也包含了进来 七瘦人名牌 同时也是一个磁空灯触发键 可以点亮产品身上全部的亮灯位置 眼睛拧到模块 包括枪口和底座 这个旋转展开的底座 正经玩了一年也没有力 可以说是相当上头 别看它尺寸这么大 但对于摆pose的可动性可一点也不虚 为了强化把持力 产品有一个雕像模式 在其处主要的可动位置 都增加了关节锁 熬一个你想要的造型 完全可以当个雕像 如果看腻了 还可以换其他pose 当然整体的可动表现 我们之前已经详细演示过 没看的同学可以补上 又或者是直接让花叔 给大伙熬几个造型出来 感受感受 什么看起来就像标题所说的那样 把一款玩具做到极致会是什么样子 无论是制作规模尺寸还是细节量 这一款都是市面上规格拉满的存在了 有了怕这一波就直接奔着天花板去的 想制作市面上最好的一款 齐天珠就是他们的终极目的了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当然是17,800的售价 当然这款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 也是非常明确了 就是每个男孩心中 对齐天珠大哥这个角色的完美憧憬 依可动表现来说 还是对得起这个售价的 合金 纯屏 可动 雕像 粘动机构 全部在他身上体现 不过能收藏得了这种产品的人 毕竟是少数啊 而且呢对空间的要求也是蛮大的 你这话说的 你家也蛮大的哈 好了那么这一期的拆盒呢 就到这里 大家对这款优略2的请天珠有什么看法 也是非常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那我是张宁 我是花叔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